我們現在幫大家解決第一個問題 有位朋友跟我們留言 說他的卡車在加州買的保險 開到外之後因為下雪自然災害 原因造成了車輛的損壞 所以他就自己在家裡面休息 自己修理一下 沒有立馬去報保險公司 但是現在已經過去一週了 再報保險的話 保險會幫他立賠嗎 我們趕快請出我們的複達商業保險的保險規劃師幫他來回答 拖了很久才去報保險的話 保險還會理賠嗎 尤小姐你好 你好 早安 早的早 很多的車子保險不管是個人或者是公司的商業車 它的保單裡面都有規定你什麼時候應該要去報保險 但它這個規定規得很不清楚 它會跟你講越快越好 盡快提早趕快報 那它是什麼原因不報出去呢 有可能是出車或者說自己受傷了 要自己先治療自己 或者是比較嚴重的 可能在醫院裡面調養 它也沒辦法報 那又或者是它受的傷 這個車子上的不管是呱呱碰碰碰的 或者是一點點在風災的這個受傷 那因為很小 它可能也核算一下 發現它的自付額 因為每個保單只要是賠給自己的部分 都有一個自己負擔的這個額度 如果像卡車的部分 有些人是2500 有些人是5000 那會不會它的呱呱碰碰的 其實所有的這個理賠價值是 少於它應該要自己付自己承擔的這個自付額 如果是的話也就別報了 那如果是高於這個 它必須要報 它剛剛講一周嘛 在一般的保險公司 可以接受的範圍內十天半個月都很正常的 那絕大部分都只是說你要提早報喔 那它如果這個本來是自己修 花點小錢 花完了以後 越想著想著 越覺得不甘心 它要保險公司來負擔 可以的 趕快去把你當初受傷的時候 你是不是有留下證據說你已經哪個地方壞掉了 那你有拍照嗎 拍照以後去車行裡面有估價嗎 你這個車行是一般正規有執照普通車行 還是說你是那種特殊的人家後院裡面 興趣就幫你修好的車行呢 那如果當初你去車行修的時候 是否有估價單 還有你最後說修完了 是不是買了哪些零件 那修上去之後 安裝完畢之後 是不是有繳費的這個單子有收據嗎 收完之後你有照片嗎 你證據留下越多保險公司 越能夠合理的賠償你 但有時候拖久了 你說十天前的東西我早弄丟了 或者是有些人還多久一點說 拖個一兩個月 三年前 你找不到 找不到的話 那人家也不能說憑你的印象 按照你的記憶 那我就來賠給你喔 所以如果你當初照片 文件 你開支票付的 用信用卡付的 或種種原因你付掉了 有收據的話 你拿出來跟保險公司 按照他保證內容來給你 是合理的喔 你就說因為家裡你中了COVID 或者是你真的出車禍 那個時候風雪天的你翻車了 你自己受傷了 那你這段時間還搞不太清楚 所以沒有及時的去報 那是可以理解的喔 那有一個比較重要的一點 剛剛他講的是修他自己的車子嘛 修他自己的車子就是越早越好 但如果你是撞到別人 比如說你撞到前面的樹也好 你撞到外面的人或外面的小車也好 卡車撞到別人 這事情就大了 因為車子這麼大一台嘛 那撞到別人 別人一受傷一住院 他可能他車子壞了 也來不及來跟你要 他人受傷了 有醫藥費也來不及來跟你要喔 每一周有不同的規定 在我們加州呢 身體受傷這件事情 他有兩年的追溯權 他可以回來找你 而且這追溯權是 一旦他有意識了 或者是他有能力了以後 他想到這件事以後 他就可以來追你喔 那如果是撞到他的車 因為他自己本身受傷了 有可能昏迷了 有可能正在治療中 他也沒有及時的來跟你 要你賠償他的車子的這些損害喔 那加州也是有一個三年的期限 他只要一恢復了 他一有時間呢 他回來找你 你的保險都要賠給對方的 那每一周規定不太一樣 有些三年有些四年 就是每個州的規矩不一樣 我們加州是三年喔 那我們加州的律師也厲害 所以你一旦告訴你的律師 那其實呢 就算過了追溯期 那個律師能夠回來找你的 保險公司 時間也是很多喔 所以通常呢 卡車保險這個責任也是 非常重要的 因為你對別人負責很重要 那你自己的車子 卡車你自己要修車的話 這個 剛剛講的這個追溯期 其實就是越快越好 你都已經隔一個禮拜了 是不是 趕快把你記憶猶新 所有的這些收據啊 照片啊 發生什麼事情 趕快寫下來 告訴你的保險經紀人 就可以盡早去把他追回來 好的